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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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和各位分享了得上必步 Be quiet的Pure Law 2以及Dark Rock Pro 4 虽然说在散热性能表现中并没有特别出色 但在做工以及绝对静音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特别是幽黑的外观也是非常吸引人 而这次就来给各位带来B库全新的一体式水冷 Silent Loop 2 看看这款水冷面对如今主流的一些竞品 是否能有突出的表现呢 这次拿到的是Silent Loop 2的280规格水冷 对比起Pure Loop系列 其最大的改动就是水泵整合在水冷头里 并非像是Pure Loop系列那样把水泵移植到了水管中 另外水冷头的外观也配备了5V3帧的ARGB灯效 灯效涵盖的是金属外宽的边缘 有点刻意营造出德国工艺的感觉 冷头采用了镜面镀镍铜底底座 也算是常规一体式水冷大厂所配备的规格 而得上必库的一体式水冷还有一个绝大部分静品没有的特点 那就是提供了一贯水冷液 允许你在长时间使用过后 通过冷排的这个孔位添加水冷液 据说可以非常有效地延长一体式水冷的使用寿命和性能 当然这于是官方所给出的数据 实际情况也只能使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得知了 Silent Loop 2 毕竟是主打静音体验的一体式水冷 因此所配备的冷排风扇是采用自家的Silent Win 3 代系列 14厘米的风扇最高提供了1600RPM的转速 搭配了壁库风扇独有的波纹战液设计 技能点完全是在静音规格上点满了 唯独风扇都是无光的设计 虽然是能够通过更换风扇来达到RGB灯光效果 只不过如此一来选择Silent Loop 2 的意义又在哪呢? 在开始进行散热性能测试之前先来和各位介绍这次对比的水冷款式 首先是同样来自BQ的Pure Loop 360 水冷 是本次测试中唯一一款360规格的水冷 除了拿来作为360规格的标准测试以外 同时也能稍微对比看看Silent Loop 2 和Pure Loop系列的差距 再来是恩杰的海耀S63 RGB 恩杰的水冷性能也不必我多介绍了 才有Asatek 7代的水冷方案 并且在风扇添加了RGB灯光外框 同样也是280的规格能看看Silent Loop 2的性能 在对比Asatek 7代方案下的标准 最后是来自追风者的濒临280MP 也是一款同样采用Asatek 7代方案的水冷款式 之前测试11代i9的散热器对比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这次也来看看是不是能够保持不错的性能水平 此外为了能够更加贴近日常用户的使用对比 这次的散热测试是直接安装在机箱内进行的 同时也加入了模拟日常游戏场景的Time Spy压力测试 来看看日常的游戏温度表现如何 这次采用的依旧是11代i9-11900K 主板也是来自华硕的ROG Street Z590 A Gaming Wi-Fi 为了能够模拟高端电脑的使用场景 这次也加入了EVGA3080 FTW3的显卡作为使用标准 即将采用的是来自分型工艺的Meshify2 Compact 水冷的安装同意采用前置冷排的安装方式 并且为了照顾到Pure root360的独特设计 所有水冷的水管都是朝下安装的 也算是尽可能控制不同水冷设计的变量 虽然每次做散热测试已经说了好多次 不过这次还是要再次声明 由于散热测试存在散热器体质的差异 室温的不同以及所搭配的硬件等变量 包括不同的机箱风道也会影响测试变量 因此所测试出来的散热性能成绩仅供参考 测试场景将会采用默认ABT模式进行30分钟的AIDA64FPU烤机 测试环境为室温22-23度之间 湿度为35%至40%之间 在温度表现中 哪怕已经是采用280或360规格的一提式水冷 在压制开启MPT模式的11900K 也都还是碰到了90度的温度墙 只能够说11900口也 然后切换到频率表现 就能看到散热器的性能差异了 表现最好的是追风者濒临280MP 可以维持在平均5.05GHz 排在之后的是恩杰X63 而碧库的两款水冷保持同样的成绩 都维持在平均4.95GHz的频率 再次切换到平均功耗表现中 并领280MP能够压制在270W的平均功耗 而同样采用阿萨迪7代的恩杰X63 是260W 这应该是受到的两款水冷不同风扇的影响 BQ的两款水冷都是保持在 平均250W的压制功耗 只能说阿萨迪7代的方案太成熟了 也难怪众多水冷厂家都直接采用它们的方案 接着来看看TANSPY压力测试的表现 由于TANSPY压力测试的 CPU功耗存在些许浮动的变量 所以温度差异比起满载烤机时会明显一些 但基本上这4款水冷都可以在游戏性能中发挥出不错的表现 不过为了能够体现出不同情况下的散热表现 我把11900K锁定在全核5G 电压设定在1.35V进行烤机 此外还会分别进行满速状态和固定1200RPM转速的散热性能 满速状态下的成绩和在APT模式下的对比是差不多的 2款采用ASATEC7代方案的随忍是在75度 而BQ的2款随忍则是在79度 不过将风扇转速调整到1200RPM后 成绩就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表现最好的是恩杰的S63 而追风者280MP之前非常亮眼的表现 在风扇转速调低之后 温差也明显大了一些 BQ的Silent Loop2在对比Pure Loop上 可以保持在低噪音、低转速的同时发挥出更好的性能 而在噪音对比上 这里几乎是Silent Loop2的主场了 即便是满速状态下 噪音也比起Pure Loop和恩杰S63的1200RPM转速还要低 而调整到1200RPM后 噪音体验更是明显最好的 也不愧是主打静音体验的水冷 只不过在获得更好静音体验的同时 性能确实也是稍微逊色一些 可以说是拿性能换取更好的静音 因此Silent Loop2水冷的价值在于用户本身对于静音需求有多高 并且是否愿意牺牲一点点的散热性能 目前Silent Loop2在电商平台上的标价为 RM240 549 RM280 599 RM360 699 这价格比起大陆京东的价格还便宜不少 也因为如此的定价 对于想要更好的静音体验 没有重度RGB灯光需求 而这个价格还算是有一些吸引力的 不过我个人会比较推荐280或360规格的版本 主要是RM240的售价相对比较高 而且和RM280的差价也只有RM50 在如今绝大部分中端中塔机箱都已经兼容RM280水冷 以及RM280水冷的性能是无限接近或等于360规格的 所以RM280规格的推进度是最高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就别忘了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以及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